侍奉我国今年纪念开布200周年 李显龙总理在《新春献词》中指出 新加坡华族独特的华人身份 就像传统习俗一样 会随着时代不断改变 老鱼生 吃黄利踏等 都是具本土特色的新年习俗 但传统也会跟着时代蜕变 李总理在《新春献词》中就说 从1973年开始举办的装艺大游行 早期以华族文化为主 现在已蜕变成一个汇聚全国各族 甚至吸引世界各地表演者 远道而来参与同番共庆的活动 他说我国庆祝农历新年的方式 反映了本地华族这些年来 已建立了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 完全融入了更广大的多元种族社会 进而也让本地华人 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华人 但总理也指出 随着新一代华人长大成人 以及新移民的加入 这个独特的华人身份 就像传统习俗一样 会随着时代继续改变 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文化遗产 我国今年纪念开布200周年 总理说 这对我国历史和华社来说 都是关键转列点 因为华人是在英国人 将新加坡开辟成自由港后 才大举过番落户失城 总理希望新移民 能像先辈一样入乡随俗 接受本地社会规范积极融入 总理也祝贺全体国人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总理想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打赏 明镜需要冠送中 拎那里 市 querer更产 encompasses